3月3日杨颖在社交网站发了两张图 一张是穿婚纱的小女孩 一张是两个小人的对话 你是否欺骗我 我没有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她在评论区回应称 只是觉得坏好看分享 大家不用过度解读 2月28日杨颖迎来了自己32岁生日 王小明凌晨32分 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妻子亲生 并配文称生日快乐 用甜蜜细节历破婚变传闻 此前baby已经在成都提前举办了生日活动 并带着儿子小韩眠一起与粉丝庆祝 生日会上baby生春古装与粉丝 文心互动一平一笑都像几雷少女 而黄小明一直忙于事业缺席了生日会